美国总统选举敲响战鼓 铁定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 揭晓竞选搭档为印第安纳州长迈克·彭斯之后 两人星期六在纽约一同亮相 彭斯的演讲显得中规中矩 除了介绍自己的成长经历 也誓言将和特朗普合力 让美国成为更安全、繁荣和伟大的国度 政治分析认为 这名以社会保守文明的前国会议员 将有助于大嘴巴弥合党内的分歧 争取更多选票 协助特朗普入主白宫 即将在下个星期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 经历一再推迟行程后 终于宣布竞选搭档人选 特朗普宣布和57岁的印第安纳州长彭斯 搭档竞逐白宫巅峰之战 还顺势驳斥坊间 谣传他选择副手遭遇困难的说法 声明彭斯从来就是他的第一人选 并建立打力 抨击民主党候选人希拉丽 Mike Pence is a man of honor, character and honesty we know that Hillary Clinton is the embodiment of corruption she's a corrupt person what she's done with her emails what she's done with so many things and I see the ads up all the time the ads she's totally bought and paid for by Wall Street the special interests the lobbyists 虽然特朗普和彭斯认识不到一个月 但同台亮相少不了肝胆相照的戏码 彭斯在演讲中还呼应了特朗普 对希拉丽的攻击 声明答应特朗普的邀请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想让希拉丽入主白宫 彭斯还大赞特朗普 是一位能成为伟大总统的好人选 随着彭斯确认成为特朗普副总统人选 他已经表明不寻求连任印第安纳州长职位